一人黄鸿燊過世 各界哗然 也讓大家重新思考 獨居者在家發生意外 該如何求救 周中摔下 手錶立刻跳出通知 確認是否真的跌倒 如果一分鐘內沒有回覆 系統就會自動打給119 我是65歲以上 他會自動幫你打開跌倒偵測 但如果你是65歲以下的話 你要自己到設定裡面去打開 我自己來講的話 他曾經跳出來 一共跳了三次 以這樣的機率來講 他其實是成功距離還是蠻高的 親切問安 各縣市政府針對獨居長者 提供緊急救援系統 24小時待命 以台北市來說 通報案件以身體不舒服最多 其次就是跌倒 食物上的服務確實也會 一個浴室是比較容易 發生意外的狀況 除了緊急宣傳系統 也有這個電話的關懷問案 科技輔助降低風險 還要加上你我多一分關懷 雙管齊下避免憾事發生 帶來新聞高一點梁家明台北報導 energized打 報告 科技輔助降低風emon 打 報告